方言癡蝌乳 各位老师还有各位病人 大家好 我是疼大疼型外科疼三医师 然后那个 关于血管牛方面教我的主要的诚实教授 那這一次我主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就是草莓性血管療治療 那剛剛那個羅伊斯告訴說 治療他大概有幾個方法 那我們趕快給做一個歸納 依照他的病程不一樣 給予不一樣的治療方式 都會有很好的效果 等一下那個病友的那些照片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那血管療的話主要常見其實是白種 那亞洲人的話台灣算還蠻常見低到2.6% 那男女比較小的話女生比較常見 那其實他主要都比較常發生在頭頸部 所以那個妹妹然後頭頸部又有一些紅的點點 所以這一種血管療常常就會在 小科診間小科診所常常會看到這種 血管療要怎麼處理一些焦慮的家長 或是阿公那這些人 那其實血管療它一開始它是從內皮疾爆不正常 正常引起的 原因不太清楚 不過因為它顏色非常鮮艷 所以我們都叫它草莓型血管療 那它大概在我們出生後一周 才開始進入增生期 那這個增生期的話 通常在我們頭 頭八個月 大概頭九個月 小孩子在頭八個月 頭九個月長得非常快 那過了那個九個月的小孩子 他就會慢慢進入到病情 那一度到四歲左右 他會慢慢的退化 但是如果說你的血管療長得夠大的話 那一個退化是 裡面的血管的成分會慢慢退化掉 脂肪組織替代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像 人家說的脂肪流這種 血管療退化後的一些脂肪生生 所以常見的病發症 如果碰到它會流血啊 會破皮啊 其實我們常處理的部分 大概都是因為 這個東西長在妹妹的臉上 所以常會 在入學 或是在幼稚園的時候 常會跟人家嘲笑 或是 成為他在社會上的一個館長 然後造成他的心理障礙 那我們就是針對這樣的狀況 我們會想要早期介入 主要原因是 陳明明教授認為 其實我們這個小孩子到八個月後 他也沒有出現很明顯的退化現象 所以這樣的病人大概占20%或30%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有看到這樣子的狀況 盡早介入會對小孩子 他的那個 不管是社會心理學上 或是他在那個 顏值上這些都有一些幫忙 所以治療時期我們大部分在 還沒進入退化期 我們就早期進入治療 這個跟 有時候 你一開始遇到的那些小科醫師 或是副產科醫師 他們都會說 你這個在觀察 或是皮膚科醫師也會說 這個在觀察看看 我們的治療方式相對會比較多 越早越好 因為他未來會有快速長大的那個時期 那那個時期如果他長了一個程度之後 即使之後慢慢退化 也是變成一個像脂肪酶一樣 一顆在他的臉上 這樣子也是會影響到他的外觀美道 那過去傳統使用方法 包括說 用那個冷凍 steroid 然後interferrum 這一些 藥物治療 那我們比較 進來認可的做法 是用注射類固醇 不過類固醇的話 就教授的經驗而已 他覺得 我們台灣的類固醇 這個成分 他那個 成分 稱之不齊 萃取的稱之不齊 比較 美國約裝的比較不會 那他目前 我們這個類固醇 大概部分都是排資的 所以 這個如果說注射的 稍微過量的話 會導致病人會修課 這些很嚴重的後遺症 所以我們現在都傾商不太使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用 進化劑治療去 依照 破壞血管流入血管 然後讓這個血管變小 然後另外就是說 去燒焦它 底下的血管流 的藍料雷射 然後最後還有一些反封 跟這個 用BetaBlock 這種交感神經組半徑 去 讓這個 血管流裡面 進行這些 退化的反應 所以治療上 這些血管流 我們在後8個月 我們會用BetaBlock 這個 心臟血管的藥物 他會用 乙型的這個交感神經組半徑 然後搭配 膜乳跟牛乳去服用 那這個 這個大部分這種藥物 對於這個討好來講 是相對上安全的 那有一些副作用 包括心跳緩慢 血量下降 或是機器管值 這些 我們可以觀察他 不用這頭一個禮拜 如果這個一個禮拜 他的狀況很穩定 小孩子沒有很明顯的這些 不作用 那就表示小孩子 我們適應這些 藥物的治療 就可以持續使用 那如果說 我們跟治療8個月後 他的血管的狀況 如果還是一樣是有一個後部存在 那這個直接去把雷射 是穿握不進去 去造成血管瘤的治療 相對上會有限 所以我們會搭配 使用這些主部的血管陰化劑 那血管陰化劑的基本原理 剛剛羅伊斯有講到 他主要是破壞可能的這些血管內容 那再加上壓迫了之後 這些血液都沒辦法在血管瘤內容活動 那導致於這個血管瘤 他的顏色跟裡面的這些機型的血管瘤 遭到破壞的效果 如果是說像這種點平的 或是這種比較平面的這些血管瘤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藍藥蕾色進行 那這些藍藥蕾色它就會穿透著了皮膚 去稍作裡面這些比較激情的一些血管瘤 那這個是這個是一些病友的分享齁 那這個一樣 那是一個我一出生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能產生一個血管 在 剛好擋住了 一個禮拜講出來這個 在額頭這個第一關 靠近髮 有一部分是在髮性 那我們就一樣 頭半個月用這個 藥物 搭配牛奶不用 那一個月一個月 他其實就乳明顯變的 這個血管瘤會變得比較平均 那完了之後我們就開始使用這一些 過了8個月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一些 硬化劑治療 去直接在這個紅色裡面注射整體 那注射的時候多少能影響到 這一些裡面的血管破壞 那破壞就會感到一些藍藥 或是一些 那甚至他皮膚上面會有一些 皮膚潰了 因為這個血管 多少也會呼應到這個 皮上的血管 會造成這一些皮膚壞死 不過沒有關係 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一些皮膚就會讓他變小 那等到他相對比較扁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雷射 那雷射就是把這些紅的部分 就讓雷射 然後靠雷射穿在這些皮膚去 然後到燒爪裡面血管流的效果 那打完之後這些慢慢 打完就會變成皮膚色 那因為我們有控制他 盡量不要去攻擊到他那些毛髮的部分 所以他頭髮也不會影響他頭髮的生長 這是另外一個 也是長出血管流 在人中旁邊的一個 這是妹妹 剛剛是弟弟 這個是妹妹 也是一出生一個主辦之後 就長出一個血管流 那這個血管流就是一樣 人生氣起來 或是尤其是 在哭的時候 他這個顏色就會特別 那我們一樣就是小孩子 然後給他 給他這個 給他那個 餵藥 還在這個 牛奶裡面 給他餵食 每個月每個月 我們這個人中 這個部分的這些紅色點點 就會慢慢消失 那慢慢消失之後 其實有時候 小孩子不太配合 他吃藥的狀況 那我們就只 我們就等到他一歲之後 我們就開始打雷射 那雷射的話 我們這個 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 這個嘴唇 我們盡量靠近嘴唇的 這些血管流 就是打在那些 裡面的地方 那這樣子打完之後 他這個 重量慢慢會消失掉 那這是教授分享的 這些血管流 整隻手臂 整個都是血管流 那一樣 在頭8個月 就是餵食這個 這個藥物搭配牛奶 使用之後 我們就是 開始打這 注射 陰化劑 等到他這個血管 變比較貶直之後 再使用這個雷射去治療 好像這個顏色 就會慢慢回覆 裡面的這些 木章的這些血管 會不會化掉 所以他在 我們在這個 這個熱像學的影像上 他這些 比較溫度高的這些血管 就會慢慢消失掉 那這個也是 他本來剛開始出生的時候 血管流是長在這個 左邊的 左邊的眼空骨附近 那一樣 就頭8個月 就是 我們就是給他 會食 剛剛講的一個藥物 搭配牛奶不用 那這些 完了之後 就開始打 硬化劑 把那些 這些 陸章的這些血管 把裡面的這些血管 做一個破壞 那等到他扁平了之後 就開始 就開始做這個雷射治療 那雷射治療完之後 這些紅色扁平 就會慢慢消失 那持續不斷的這樣子治療之後 這個點 就會跟另外一邊 差不多 達到治療效 所以一樣 我們在 長大 在小孩子一出生 頭一個月 就來救診 我們就開始服用藥物 持續到8個月 大部分40%的病人 就會完全測化 不需要進入到下一階段 那如果還有的話 我們如果是比較厚的血管流 我們就開始用血管 硬化劑治療 那如果血管硬化劑治療完 變比較點型的之後 我們就開始用一個 冷藥雷射去穿透 然後去燒走這個血管 那個皮膚下面的那些血管流 達到完全消除的效果 所以 所以 就是 經由醫生 準確的 整段的醫療 然後 父母親也要 充分的支持 跟耐心 就可以 把這個血管流 跟除 以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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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